嗨 我是誠實的男人 鬥哥 今天就來個字界 誠實 誠實 他是藤原幽界的卡片精靈 也是心靈伴侶 熱愛打牌的藤原 為了追求更強大的力量 跑去研究Darkness 進而被這個黑暗力量吸收 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失去主恩的誠實 認為大家都對藤原見死不救 因而向時代等人展開復仇 被誠實追殺的時代 教出自己的精靈運戰 NELS 而誠實也是非常機靈的怪獸 看到對方有2500分的大選頭 直到自己打不贏 就馬上改口 所以他相信時代 決定跟隨他 於是 誠實也進到時代的身體裡 變成了三時代 奇怪了 怎麼大家都喜歡進到時代的身體裡 時代取得誠實後 馬上就收到T先生的決鬥挑戰 Mr.T開場就召喚武帝龍 想用5000分的攻擊力壓制時代 面對勝率不高的武帝龍 時代決定來賽新卡 從手擺打出誠實應戰 誠實在動畫中的效果為 當時代存在於場上的場合 可以自主性的返回手牌 當我方場上 與等級7以上的戰士族存在時 將此卡從手牌送目 到最合而結束為止 可以將對方怪獸的攻擊力 加到我方的那隻怪獸身上 時代利用誠實的效果 把武帝龍的攻擊力 追加到Nios身上 這讓Nios的攻擊力 直接翻了3倍 來到了7500分 而且 Nios的屬性 正好就是FGD 所懼怕的光屬性 武帝龍就這樣被擊敗 誠實發行於2008年 是508的封面怪 此卡的效果為 在我方的主要階段發動 將場上表色存在的這張卡 返回手牌 當我方的光屬性怪獸 進行戰鬥的傷害計算前 可以將此卡從手牌捨棄 到這合而結束為止 那隻光屬性怪獸 可以上升對方怪獸的攻擊力 誠實可以讓我方 光屬性怪獸的攻擊力 在商技前瞬間壯大 跟他比拳頭幾乎是沒有勝算 這也使得誠實被限1 這麼優秀的能力 其實已經是被弱化過的效果了 在誠實剛發現的時候 它的效果其實是在商技時發動 舊版比新版還要晚一個步驟 可以和天使莉莉一樣 等到最後一刻才出招 會有這樣的弱化 完全就是因為 官方將複雜的戰鬥流程簡化 過去的戰鬥步驟非常繁瑣 總共有戰鬥10步驟 還沒搞懂這些 可能就要先推坑了 於是官方就流程合併 由戰鬥10步驟 精簡為戰鬥5步驟 因為這個規則修改 讓部分效果的時機被重新定義 在他們的效果欄位 也直接明白地告訴你 是在哪個階段發動這個效果 誠實大叔就這樣被排除在商技之外 規則的調整 再加上賽場環境的改變 誠實也就慢慢地退出競卡表 誠實可以在商判陰人 但他還有一項經常被忽視的能力 那就是他可以返回持有者的手牌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效果 在血帶還沒有被禁止的時候 誠實配上血帶 再補上一張雅典娜 就可以進行恐怖的扣血回圈 血的代價 支付500分的生命值 可以讓我方有多一次通常召喚的機會 這個效果沒有使用限制 只要生命值夠多 就可以不斷使用 雅典娜 每次我方的天使族怪獸 在召喚、反轉、特殊召喚時 就扣除對方600分的生命值 而這個運作也非常簡單 血帶召喚誠實 雅典娜扣600 誠實飛回來 血帶召喚誠實 雅典娜扣600 誠實飛回來 就這樣無限地循環下去 不 人的生命是有限 每次100分的差距 只要雙方的生命值 不要落差太大 對方一定會先倒下去 幸好當前的血帶已經進到小黑屋 這套誠實回圈已經不可能實現了 誠實給尼歐斯一對翅膀 一拳冠爆FGD 這張卡就是自信動畫劇情的產物 誠實新生人 這個卡咪的一二效果 一個回合只能夠使用一次 可以在對方的回合使用 將此卡從手牌捨棄 讓場上的一張英雄怪獸 上升2500分的攻擊力 從手牌將一張英雄怪獸捨棄 到這回合結束為止 此卡的攻擊力 可以上升那隻被捨棄怪獸的攻擊數值 這張是英雄專用的誠實 可以固定追加2500分的攻擊力 雖然不然像原版的誠實一樣 攻擊力絕對大於對手 但2500其實已經很夠用了 特別是在直擊的時候 記得這張卡剛出的時候 以300元的價格去收入兩張 然後呢 然後他就復刻成普卡了 現在買三張還不到20元 誠實 市面上的意思是忠於事實 是具有正面的讚美詞 但 猶豪的誠實 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總是在三拍的時候丟下來 然後我就被陰了 明明是讚美詞 但是 每當對方喊誠實 我卻一點高興的感覺都沒有 我是豆哥 我們有緣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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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